看一下这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老妹 怎么认识的呀 老妹 我们俩是相亲认识的 去年十一长假回家相亲 之后我们就在家里面就确定了关系 十月的时候他去东莞工作 我在广州这边做销售 十二月之后就经常会在一起 一个星期过来一次 见面约会或者吃饭 就等于说异地 我就让他过来广州跟我一起工作 我觉得他在东莞也是 工厂里面工人 以后没有什么发展的 我想让他过来跟我一起 然后之后他就 辞职之后就过来跟我一起工作了 我就在食品公司里面销售 销售主管 就底下有几个业务员 然后他过来也是跟我一起跑业务 刚开始的时候挺好的 然后就一个月两个月 我们就每个月月季 他就一个月比一个月差 有一次我让他去跑一个单 本来我就弹得差不多了 我让他去 然后他回来之后他跟我说搞砸了 然后第二天就叫别的乐务员去 就做成了 我就觉得他工作上越来越怠慢了 就不想干的那种 就懒散 就笨 就特别笨 其实我是不想过来的 是被他逼过来的 我在东莞那边做得好好的 你要当我不过来的话 他就要跟我分手 你分手相逼 这您可没说 这个我当时 我当时就想 如果他在那边的话 他一个月两三千工资 我在这边的话 比他多一点 我就不想让他继续在那边 没有发展 这个后来这个销售 做得怎么样了 后来他还是过来了 他过来之后就不积极 是 结果呢 这个单子没弹成 别人要弹成之后呢 之后他就跟我辞职呗 开会嘛 然后他就业绩特别差 在会上其实我就不愿意说他 越说他越不听 在会上我就给他面子嘛 然后回去之后 我就在家里面跟他吵 吵的 我小女生我就推他嘛 我就跟他就起冲突的那种 然后呢 他就特别不服气的那种 就跟我说要辞职 辞职了之后呢 他就去一个发廊里面 做洗头的 就跟人家洗头发 他觉得自己打得特别好看的那种 啊 怎么了呢 这个洗头跟找到好看有关系嘛 其实他就是刚开始 就是跟人家洗头发 然后回来之后跟我说 这个小姐姐 拿微信 那小姐姐头发特别好看 就跟我回来 刺激我 跟我讲这些 我就是跟客户 要了一些微信而已 什么客户 客户就是要微信吗 主持人你说他这样对吗 回来做什么 加微信了 就客户 你觉得我会信吗 就是加了一个微信而已啊 大家在外面都有朋友啊 就他就嫌弃 就跟我们跑业务 就档口里面 就老大爷老大妈的 就都不愿意 就出去就洗头发 他就说什么小姐姐 而且他工资特别高 他跟我说 一个月能拿五千 然后拿工资回来 拿现金 就拿现金回来五千 我说不可能啊 刚开始不是去做学徒吗 一个月最多三千 到底有没有五千呢 他拿了五千块现金回来 然后我看他手机转账 他就是只有三千 人家就只给他三千 他说这不是跟小男孩一样那种 就你三十八岁了 你还拿这种小伎俩来骗我吗 因为你老说我 赚钱赚得少啊 每次都骂我 就说我蠢 就说我笨的 这个能骗吗 你去跟谁借回来的 你借回来你不用还吗 到时候拿什么还呀 听明白 听明白 就是在工作上 你觉得这男人工作能力 不是那么强 理解的对吗 就销售业绩不太好 就感觉 这听懂了 还有别的让您不满意的吗 就在生活吧 生活 其实他也挺不得劲的 挺不得劲的 有时候跟他逛街 他就走在街上看到小姐姐 他说哇那大长腿 就跟我说哇那头发特别长 好漂亮啊 就跟我说 那我一边说 我在街上我也没办法跟他吵这些 我就特别生气 那你把我当什么 你一点都不尊重我 我就觉得他特别 在外面逛街聊天啊 我看见帅哥也说啊 又不是单单说小姐姐 就是主持人 我就觉得他特别不靠谱 而且特别不尊重我 你觉得他好看吗 好看啊 不行了吗 你不是叫我什么 可是他在我面前他跟我说别人 那我不吃素吗 这就情商低点啊 这事情他看不出来我吃素 我觉得他特别笨 就工作上生活上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特别笨 而且他在家里面也特别爱享受 有一天晚上我就发现 他在厨房里面拿着一大箱零食 我平时我就管他钱 我把他钱是管着的 他一个月我要高兴给他一百 又或者不高兴给他五十 为什么要给他 对对对对对 一个月就给一百啊 为什么给他那么多 给给他那么多 这么多 一百八一下吧 不这么多吗 一个月一百啊 交通费就已经差不多了呀 交通费 不是我一个月就给一百 他爱喝酒 爱加小姐姐微信 钱在他手底下还能有吗 就说说我管他钱 就有一天晚上吧 我就看他在厨房里面 拿着一大箱零食 那一大箱零食 得值个两三百吧 然后呢我就问他 这钱怎么来的 你猜他怎么跟我讲的 自己攒的 他就说他自己攒的 兄弟一个月花一百块钱 还能攒下来钱 哎呀你你可以啊 他平时他就是这样 就是装的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 特别能狡辩 你能攒钱 你能攒钱 就释放钱啊 我就觉得他就肯定藏钱了 我就在里面找啊 找不到 后来我就问他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去借的还怎么的 我就查他手机 一看从我手机 每个星期转几百块钱 去他手机里面 就转账偷偷地转账 就那种 那也有我的钱啊 你不用狡辩 都从我手机转账 还把我的聊天记录删除了 一个月一百块钱够用吗 那我给你钱 你拿去哪里啊 一天到晚跟我说 小姐姐能放心吗 在你手上 就特别恶劣 就删除聊天 就两个人可以好好说 对不对 其实我管他 我也不希望 你发现以后 你怎么制裁他呢 就那天晚上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过去 我就推他一下 我说你滚回老家去 然后让他回去 然后他第二天 他就给我留了一张纸条 他说回东莞 从工厂里面打工去了 我说你不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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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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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都是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其实我感觉到的更多的是你们相处的方式 哎 我在揉揉揉你 结婚嘛 领证嘛 但实在实则 你根本就不想也不愿意 让他作为你的丈夫 你只是在这种 暴力管控的方式 用一个条件 让他过来而已 所以你根本就不愿意 去他那儿去办婚礼 也可能在你潜意识当中 或者在他的意识当中 真正的婚礼 才能是我结婚的 那种仪式感 所以现在看呢 你们根本就没有 自己要结婚的感觉 种种的你们相处的方式 就是一种扭曲的 一个女性对于男性 对我们不尊重 同样他也对你不尊重 你不给我一百块钱吗 行 我这边偷偷地在转钱 你们就在这互相制约着 互相抵抗着 而真正两个夫妻的关系 不可能是对抗 这只是战友 只是管理与被管理 认清现在的状态吧 好 谢谢曲总 消耗 一直在消耗 我已经在写着 了 我现在再次 我已经在写着 了 我已经在写着 我现在再来 这么多的一场 要是 我还没得到 你 没得到 我 就 我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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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